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跟大家說說劉青雲 你真是想不到在網上傳出的消息是多麼突破性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劉青雲我以前也很喜歡 現在也很喜歡 因為他的電影越做越好 說劉青雲和郭凱榮生了兒子嗎 因為其實別人結婚了二十多年 還要吹到兒子已經結婚了 究竟網傳劉青雲的兒子結婚是怎麼回事呢 因為以我所知他兩夫妻好像不育主義 他又不像是法哥那種想生就生不了 悲痛沒有這些事情 沒有聽過他們有這些事情 究竟內幕是怎樣呢 我們交給娛樂圈的活歷史窮飛龍先生 跟大家拆解一下 這件事真是誇張了 讓我交給你 謝謝吳仔 大家好 我是飛龍 今天我講這個題目 因為網上看到一條說 劉青雲兒子宣布結婚 而女方真實身份 曝光讓人害怕 難怪當年拋棄劉欣宜 我看到這個題目第一下 我一剎就覺得 做新聞了吧 劉青雲有兒子嗎 還說拋去劉欣宜 即是鄭少秋的女兒 原來真的有這件事 我留在最後說 這件事是甚麼事 大家都好知道 鐵定劉青雲和郭可明是沒有子女 但不知道劉青雲有沒有在外面偷吃呢 有個私生紙出來 郭可明不知道 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件事 首先想說一件大家都很關心的事 劉青雲和郭可明 大家也知道她是沒有子女 為何這麼多年都沒有子女 第二 大家未必覺得很可惜 但是第一 你覺得劉青雲和郭可明是很恩愛 而且你又看到 他們兩夫妻都好像挺好人 而且郭可明也看到 他本身這麼高學歷 好像沒有子女很浪費 今天會講一下研究 為何他們這麼久都沒有生子女 如果有正時間的話 我會講一下劉青雲的朋友 王之華為何他都不生子女 他不止不生子女 他連分子都不結 他有一個他的理論很有趣 果然是動督笑王 果然真的有他的哲學理論 一會兒都會告訴大家 首先講一下劉青雲和郭可明的背景 劉青雲大家都知道她演技很厲害 兩度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 四度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獎 也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獎 也獲得一次金馬影帝 所以演技是備受肯定的 而她太太郭可明是美國南加州大學碩士畢業 當年他們兩位都是因為大時代而認識 當年全國郭可明 原本就是可以去美國太空總署 NASA裏面做正式工程師 只不過因為後來跟劉青雲發展了一段愛情 所以就沒有她做 不過事後郭可明就否認了有這件事 他澄清只是曾經在當地 私人航天公司實習過一年 這樣也很厲害 劉青雲很多時候都是一個很負責的男人 因為有一次呢 十年前左右 應該是那時的隨即 2012年的隨即 那TVB當時呢 在街市中進行採訪 就是看看那些人隨即買了什麼 就見了一個市民叫劉先生 就在訪問他 但這位劉先生就是劉青雲先生 很有趣 只是無緣無故被TVB發現到他在街市中買菜 劉青雲呢 其實不只是對老婆好的 他對自己爸爸媽媽也很好的 因為幾年前呢 曾經被狗仔隊發現了 有一天呢 他就先扶他爸爸下車 然後再輪到他媽媽下車 那麼當時呢 還拿著手擋著車頂 怕他們呢 就在那裡不方便 怕下車撞到頭 那麼他當時呢 應該是帶他爸爸媽媽出來去看醫生 因為他爸爸媽媽幾年前 那時都已經年紀不小了 都八十幾歲了 是啊 那麼當時呢 其實是有司機洗一輛七人車出來的 那麼他是隨行的 和爸爸媽媽這樣 你看他現在這麼照顧爸爸媽媽 但聽說呢 他小時候呢 爸爸媽媽就比較疼愛他的 姐姐和小朋友多一點的 因為有可能從小覺得他特別黑 特別黑的人呢 就總是被人覺得好像很健康 不需要人照顧 很硬朗 所以 反而小時候 他爸爸媽媽不是特別好中他的 雖然如此 但是他一直對父母也是很孝順的 那麼他的個性呢 其實有一點點內斂 聽說呢 他不是很懂得從小到大說一些很兔人歡心的說話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你見他有時候都不用每次說出來的 你見他心做出來或行動做出來更重要的 那麼反而你看到這些小小的情況 就知道他對父母是多麼關心照料 多麼細心的 好 先說回正題 為什麼他們不生孩子呢 真的要研究一下 其實香港這個娛樂圈 很多夫婦是沒有生孩子的 例如梁朝偉夫婦 周永敏夫婦 周永化夫婦 葉童夫婦 都沒有生孩子的 很多年前在黎子山一個節目 叫做最佳男主角的時候 曾經訪問過劉青雲 提到為什麼沒有生孩子的 那麼當時劉青雲就說 朋友很多時候跟他說 生孩子的夫婦關係可以更加緊密 但是他又說回一句說話 如果大家夫妻的關係已經很緊密的話 其實就不用生孩子 那麼當時黎子山就沒有在這條問題追問下去 事實上劉青雲不生孩子 其實已經被香港媒體這個話題炒作了很多次 有些報道就說郭凱銘不印 有些報道就說劉青雲本身 遺傳性高血壓 是挺高的 所以被迫放棄生孩子 有報道說過 其實初期他太太郭凱銘 想過是想生孩子 但當時劉青雲就否決 所以當時沒有生孩子 近十年裏面其實也問過一次郭凱銘的訪問裏面 當時劉青雲想更多自由而拒絕生孩子 而郭凱銘說 其實某個階段女人是很想生孩子的 不過這些事情 如果對方即是自己的先生 他不想的話 你只可以跟隨他的意願 翻查一些紀錄 在2002年的時候 劉青雲跟郭凱銘結婚三周年 接受過一次訪問 曾經表示 跟太太生孩子的事情 為何沒有生孩子 當時他就說 喜歡大家生活自由自在 不過有一次去旅行 見過外國人帶著小朋友玩的模樣 感覺頗為幸福 當時他們也想過 可不可以生孩子呢 當時劉青雲還在開玩笑 如果生孩子的話 就叫劉德華 因為劉青雲初出道的時候 劉德華已經很紅了 希望他的兒子跟劉德華一樣 那麼有魅力 劇情很像 沉巡記裡比加 韓少龍 最後他的兒子叫韓宇 哈哈哈哈 想他的兒子像韓宇一樣 在這些報導 其實證明起碼有一件事 就是 並非劉青雲一直很抗拒生孩子 他們兩夫婦都應該曾經試過 但最後不知道是某一種原因 而不得不放棄這個計劃 加上劉青雲有姐姐和弟弟 他們個個都有小朋友 所以呢 在傳宗接代來說 他沒有生孩子 壓力都不是很大的 因為有其他人幫忙 所以令到他們對生育的觀念 就比較放開一點 開通一點 有就有 沒有就享受二人世界 轉眼家現在郭可明都已經55歲了 生育這方面應該是難一點 他自己近幾年都說過 現在應該生不了 不過劉青雲也說得對 沒有孩子對夫妻的感情是沒有影響的 有至於近年不停在那裡 接氣賺錢 他老婆又很善於理財 他老婆又炒樓 加上他們兩個生活這麼簡樊 身家粗略估計都一定過億 基本上兩夫妻享受二人世界 生活都已經可以相當甜蜜 疫情之前 其實很多時候劉青雲 一有空就會跟郭可明到處去旅行 曾經說過想把他們的腳毛猶片整個地球 每一個角落 有時為想可以強身健體 到年老都還可以走到的話 郭可明很多時候也有練氣功 以及劉青雲一起練瑜伽 現在他們沒有小朋友 劉青雲和郭可明選擇了養狗來解悶 每天都有放狗 你知道要養狗 其實生活都頗有規律才行 證明他們兩夫妻其實本身都想有小朋友 但現實沒有 唯有養狗去代替 好了 講到劉青雲不生小朋友 一定要講到圈內的好朋友 王子華 他們真的很好朋友 因為當年劉青雲和王子華是同一個經理人 你叫王子華在那裏搞凍督笑 他的短片都有找劉青雲過來客串 就知道他們多好朋友 還有王子華說過 有一段時間他比較煤的時候 搞完凍督笑 要萬歲那一剎那 是由劉青雲幫他埋單 因為那一剎那王子華知道 他自己當時埋那張單是很辛苦的 但劉青雲呢 就願意跟他分擔這件事 所以他們是很好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王子華更加沒有小朋友 因為劉青雲更厲害 他就不結婚了 而我們據知王子華其實戀愛的次數 其實不是很多 每位女朋友的任期都很長 不過最後他也是沒有結婚 王子華曾經在洞督笑中公開講過 怎樣是下一代這件事 當時王子華說 其實我不知道什麼叫環保 老實說 我每晚臨睡之前 都會開過水輪頭的 到早上醒來才會關掉 直到我死的一天 究竟我浪費了多少水呢 我想這樣的浪費法 都不會浪費過一次在街上 飽水後一次那麼厲害的 那麼有人跟我說 王子華說 你這樣用水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下一代怎樣 你這樣浪費之下 我們下一代就沒有水用 王子華說 如果我沒有下一代呢 你也知道王子華是沒有小孩子 因為他沒有結婚 應該沒有私生子 我猜他 王子華說 他又不是沒有交水費 憑什麼可以說他不這樣用水有問題呢 當時王子華對大家 現場的觀眾說 如果沒有下一代呢 根本就不需要環保的 所以沒有下一代就是最環保 那麼這個就是王子華對下一代的觀念 某個程度上也解釋了他 為什麼不想生下一代呢 那麼提到王子華 不爭就提到王子華的 舊拍檔 鄭月齡 男親女的拍檔 鄭月齡也是沒有生小朋友的 跟王子華一樣 不只不生小朋友也沒有結婚的 鄭月齡對男女感情的看法就是 因為童年那時候有些陰影 父母離異 令他對感情就不是很信賴的 所以提到結婚兩隻子 他都覺得是有問題的 而且他更加可以說 他也承認自己有人自私 沒有小朋友可以自己去哪就去哪 如果生了孩子的話 就有很多東西要負責 又要給他們時間 鄭月齡也說 他自己個人的性格是很怕負責的 就算養狗也是一種承諾 我曾經說過 有些人選擇不結婚 因為他愛自己更多於他人 所以就選擇不結婚 不結婚自然就會 小朋友更加不會生小朋友 所以當時有人說過 鄭星馳也不會結婚 因為他愛自己是最多的 更加生小朋友對他很渺茫 除非不小心搞大了別人 就是另一件事 好了 最後要說一說 劉青雲和郭凱銘沒有生過小朋友 但是劉青雲有沒有在外面搞搞震 而搞到他有個私生子 郭凱銘也不知道 所以這些新聞才這樣賣 就是說他呢 他的兒子要結婚 還說他這個兒子的初戀是恩怡 現在還在那裏轉型 還有音樂人 還結婚 原來是誰呢 劉青雲和誰生呢 這件事發生於1997年 當時是一套電影叫做 對不起多謝你 當年還用了一位 同聲叫林寶倫 當時適宜劉青雲的兒子 當時選中他因為都是舊客 一定是劉青雲的兒子 不會像上戲一樣搞錯了 怎麼看都不像梁朝偉和陳發拉的兒子 當年他這個兒子佔氣氛很重 還獲得提名的第十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新演員之一 數一下數一下 已經是25年前的事 起碼是25年 當時就算他的兒子 八歲的話 現在都已經33歲了 當時他這位兒子 就是沒有在香港繼續發展事業 拍完這部電影之後 就回到加拿大繼續升學 事隔好當年 突然間成為了新聞人物 因為當時他是 鄭欣宜的錯戀情人的身份 當時他們兩位是 加拿大高中的同學 當年欣宜還有在桌上分享他們親密的合照 看得很清楚 他們兩個人十指緊扣 不過當年有傳 匪姐不喜歡他 唯有棒打仪仰 令這段popular love 告吹 轉眼家林寶倫已經成為了音樂人 在業界做了一些大家公認的音樂獎項 獲得不錯的成績 去年尾還看到他跟一個外籍女友結婚 雖然他跟欣宜分手了很多年 但欣宜說過 初戀的感情是很好 他們兩個人都有互相follow大家的IG 證明分手仍然是好朋友 不知道你們何時有機會可以在音樂上合作 這個謎底已經解釋清楚了 就不是劉青雲的私生子 只不過是電影中的兒子 今天的娛樂新聞先說到這裡 待會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樣 拜拜